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是日本地震的有关情况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四架V-22鱼鹰轻旋转旋翼机 星期天从冲绳起飞 参加日本南部地震后的救灾行动 美国驻日本军队司令多兰空军中将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军正在与日本政府紧密合作 提供救灾支持帮助灾民 但是没有提供美军参与救灾的规模和其他的详细信息 负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全球通讯的官员队美国之音说 美国表示愿意提供空中运输 日本防卫厅正在与美国驻日军队协调 安倍首相星期天把参加救灾的自卫队增加到了25000人 帮助日本南端九州岛的救援和重建 九州岛熊本县仍然有余震发生 救援人员面临着恶劣天气的挑战 奋力搜救巨星仍然被埋在坍塌建筑物下的人们 至少41人被确认丧生 11人失踪 人们担心他们被埋在废墟下 日本官员和日本媒体说 星期四以来的地震和余震已经造成了800多人丧生 星期六晚间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沿海地区发生了7.8级的地震 距离震中170公里处的首都基多地区也受到了震情的波及 以至于好几个居民区都断了电 而且手机信号也中断了 首都地区的楼房接连晃动了40秒 人们都慌忙跑到街上 目前已知的死亡人数是77人 受伤的人数有数百 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说 目前还没有得到全国各地所有灾情的报告 估计实际的死伤人数比目前所知的还要多 他呼吁民众尽量保持冷静 敏殿总统办公室星期天宣布说 新任总统吴廷爵签署了行政命令 希望在佛教新年一世在全国上下争取达成和解 基于这一目标 83名巨姓早些时候由于政治原因而锒铛入狱的人士获得了赦免 之前处于反对派位置上的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目前主导着缅甸的新一届政府 新政府主政之后撤销了之前军政府过去几十年执政期间 给成百上千名政治活动人士冠以的罪名 星期天缅甸新任总统吴廷爵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诺 要将所有与政治有关的面临审判的犯人活动人士和学生统统释放 韩国通讯社报道 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五次核实验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 韩通社先一天说 根据从多条政府渠道所获得的信息 朝鲜分析里核实验场地的活动最近增加了两到三倍 要求不吐露身份的韩国官员认为 被人看到在核实验场地进出的卡车可能运载着技术人员 就在人们担心平壤即将再次进行核实验之际 朝鲜执政的劳动党计划5月初召开会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利用这次大会 再次宣称朝鲜核实验和武器弹道导弹开发所取得的进展 包括开发出了远程弹道导弹可运载的小型核弹头 美军欧洲指挥部星期六表示 美国空军的一架情报战机在飞越波罗的海的过程中 遭到了俄罗斯一架苏两栖战机的拦截 美军表示俄罗斯战机的行为不安全也不专业 美军欧洲指挥部表示 美国空军的情报战机当时是在国际空域当中运行 没有在任何时候侵入到俄罗斯领空 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俄罗斯的苏两栖战机一度飞到距离美军飞机15米的近距离 而且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全球要闻 美国梦典范卷入间谍案 台义美国海军少校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给两岸 肯尼亚案先两岸司法大战 央视上认罪 未审先判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4月17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问您主持今晚的节目 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关注两个热点的话题 一个是台裔美国海军少校林介良Edward Lin 卷入间谍案 涉嫌同时泄露美国国家机密给两岸 而另一个则是掀起两岸司法大战和外交角力的肯尼亚案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晚在台北呢 跟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讨论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李华球先生 李博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在此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美国三军当中历年来 已在台湾出身背景担任过最高二星少将的张立平将军 那么张将军在他31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呢 曾经荣获多项的勋章和奖励 其中包括了在美军排名第四高位的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这个勋章的画面 并且在去年2015年出版了《一网谈经》一书 谈他如何从一名基层的小兵一路升到美军高层 担任指挥职务的不凡经历 张将军很欢迎您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你 各位观众好 爱安主持人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好的 首先针对这个案件 我想先请台北的来宾李华秋老师 跟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 还有案情的观点在什么地方呢 李老师 是 是 那么林介良 这个我们台湾把它议成叫做林介良 那么这个海峡少校呢 那么他今年是39岁 那么在1999年进入美国的这个海军 2002年的5月开始正式来服役 那么去年的这个9月啊 那么他在从夏威夷州的海军居地 要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啊 那么在还没有飞行之前就被捕 那么目前为止呢 据所有的这个报导 他大概是关在美国的这个 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海军的这个监狱里面 那么可能下个礼拜啊 美国的这个海军就会做出决定 是不是将他移送这个军阀来审判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林介良这个 这一件案子来看的话 我认为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个就是 这个案子从新闻报导上啊 是可能有美国的这个 四星的这个海军上将戴维斯啊 来亲自来处理 那么他有权来决定 是不是能要将他移送这个军阀来审判 那么从这么高阶的这个将领来处理的话 可见这件事情的案情是非常的严重 第二个来看的话 那么从这个目前的这个 这个这个讯息来看的话 很多人会问说 美台关系这么密切的交流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发生 事实上台湾的国防部是 正式来回复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整个状况来看的话 从美国的这些讯息 或者是台湾的讯息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个泄密案当然沸沸扬扬 但是呢 也不能完全排出 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想目前的美国的这个海军 正在做非常严密的这个调查 也许很快的这个时间 就能够证明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三个的话 就是谈到美国跟这个大陆的这个 之间的这个谍对谍的这个事情 从林介良这个案子来看的话 我想相关的媒体报导的话 对于林介良设计的这些案件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会不会感到有兴趣 如果从他的这个受训的这个 跟他的专长来看 他受过这个核子潜见的 这个动力的这个训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 那么他同时呢 也在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 受过训练有两年的这个时间 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 海军的军事的这个训练 同时他也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军官 那么特别是对于电子战的这个 这个征收训练的这方面的这个操作 他是非常熟悉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陆会不会有兴趣 我想如果从他的专业 专长的角度来看 大陆会不会有兴趣 我想可想而知 但是呢 这一切到目前为止 官方都没有正式的这个说明了 所以仅止于传闻 但是从这整个案件来看 我想会激起美中台三方 有关于这个谍暴战的 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较劲 这是值得后续观察的地方 好的 感谢这个李老师 我们掌握这个此案的一些 重要的关键讯息 不过我们想从这个林建良 他本身的背景更详细来请教 我们在华盛顿现场张立平将军 我们可以特别制作了一个这个档案 我们来看看这个林建良少校 他是在1999年的时候担任水兵 接受这个潜舰的基本训练 在南卡接受了这个核 刚刚提到李老师也特别提到 是这个有关于核潜舰的一个 一个核训练学校 接受两年的训练 另外他在2002年的5月呢 完成了海军军官后备学校的 一个训练之后呢 以两年的时间接触了 有关于海军电信情报方面的作业 另外2004年 他是在华盛顿州参与了 这个舰队防空侦察中队的 一个任务 另外我们也看到2007年到2009年 他是被派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 珍珠港 并在2008年 在当地宣誓成为了美国公民 此间曾经登上 艾森豪号的这个航空母舰 另外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2010年12月到2012年的2月 他是就读于 罗德岛州新港的海军战争学院 他也曾经在华盛顿担任 负责这个才会预算的 海军助理部长的国会联络工作 另外值得注意就是2014年 他在夏威夷担任这个特案巡逻中队 这个VPU2的这个部门主管 这个情报的核心职务 主力侦察机就是我们外传的 这个EP-31白洋型的这个电战机 负责收得的电讯资料和情报的 这个解读跟整合 另外美国军方的文件指出 林少校他是从2006年就开始提供 给外国政府的勤资 那我想请张丽萍将军 跟我们分析一下 从他这个整个背景来看 你觉得可以看出此案哪一些重点跟端宁呢 张将军 OK 第一个美国的军官有三个不同的内别 第一个叫commissioned officer 是总统委任 就是从卫官以上到将官 然后第二个是warrant officer 是准卫 那第三个是non-commissioned officer 是士官 然后呢 每个军官里面又有分是 位级军官叫company grade 或者是校级军官 field grade 他是一个非常中层 中间算很非常高的一个 完整的训练出来的一个军官 是一个field grade officer 而且是一个commissioned officer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还有呢 在军阀审判有各式各样的 我们有叫做申戒书 letter of repelment 然后有article 15 那是关于行政方面的处罚 然后就是article 32 是刑事方面的惩罚 article 32是他现在经过的这个程序 是等于民间的grand jury 搭配审团 如果article 32决定他有可疑 需要再进一步就是叫军阀审判 Core Martial 刚刚林老师讲对 Core Martial通常都是至少是二星将军的司令官 组成的很少有需要四颗星的上将来做主持这个军阀审判 可见这里面的敏感跟尤其他的官阶 据我的印象中跟了解 还有据我的调查 自从二次大战之后 还没有这么高级的军官牵涉到 现役军官牵涉到间谍案 当然我们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之前 不能够讲说他有罪 但是在这个涉及间谍案中 林少校将是一个最高的阶级军官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要海军自己来控制审判 而不交到更有经验的司法部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OK 好的 感谢张将军的分析 也继续请教李华秋老师 根据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有关于林建良少校的一些背景 你认为他可以接触到哪些中共最有兴趣的一些美军的敏感机密 尤其是这个电载金的情报 到底有哪些这个强大的功能 可能是目前中国最感兴趣的呢 李老师 是 那么从林建良这个事件来看 我们回想到在2000年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军机EP3跟中国大陆的军机 在南海撞击这个事件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事实上中共就非常非常在意要特别呢 那么他会心里来收集有关美军这方面的资讯 那么林建良他刚好在这个受训的这个期间 他受过核子动力潜舰的训练 那么他服役也在核子动力潜舰上来服役过 他曾经登上过这个艾森豪号的这个核母的这个潜舰上 那么同时呢 他整个的这个完整的训练当中 尤其是对于所谓的就是电子战 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C4ISR 也就是指挥通信管制 侦察 指管通勤 针尖 这等等这些训练他都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训练 那么这些训练事实上他 尤其他也曾经当过基层的这个指挥官 从整个他的这个专业的训练 他的这个担任的这个任务 以及他具备的专长等等 这三个来看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当然对他会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兴趣 那么因此呢 从这里来看的话 我们也特别了解到了 这个案子当然目前 那么美国方面官方方面还没有正式对外来公布 同时也还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这个军事司法审判的一个程序 他是不是有罪 目前都还不得而知 仅止于涉案的这一个情况之下 那但是呢 从这个来看 长期美军跟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谍报战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不排除啊 那么中国大陆对他这样子的专长的人呢 会有一定程度的兴趣 那么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专长 除了中国军队有兴趣之外 我们也不讳言啊 其他各国的这个军队如果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人 同时有机会吸收的话 我想许多的国家都会有兴趣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还是一再的呼吁啊 国际的这个情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范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规范 否则的话 那么弄得太比较尖锐或者是特别敏感的这个谍对谍的这个之间 对某些国家来讲的话 除了这个军事的这个损失之外 道德层面呢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也通过间谍的这个泄密也会对国家的这整体的战力 以及人民的生命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会受到多多少少的损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我认为这一个谍报站啊 在未来应该会有争无减 因此呢 国际情报界还是要有一相当程度的规范 会比较好 好的 感谢李华球老师 回到华盛顿现场 请教张立平将军 刚才前面李老师也提到了说 这个林少校他在夏威夷被捕的时候 他是正准备登上这个前往中国大陆的飞机 那罪名中也包括了没有诚实的交代这个军人在海外的行踪 跟我们谈一下 一般来讲美军这方面的相关规定是什么 究竟这个军人到海外去旅行 是不是要诚实的这个申报他的过程 如果是没有的话 这个部分的罪名可能会被判刑的有多多严重呢 一般来讲美国现役军官 尤其是接触到很多敏感的部门 到国外旅行一定要事前要申报 然后事后还要简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私人旅行的时候 不可以携带有关任何军方的文件 或者是电子文件 跟那个公家发给你的Blackberry 或者是手机或者是电脑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军官 都需要安全调查 至少要需要在叫secret level 机密 level 在像他的这个背景的话 或者是所有的在将官以上的背景 都一定要叫top secret security clearance top secret的话 每五年就要调查一次 在五年调查的时候 他会问你过去这五年中 你曾去过些什么国家 见过些什么人 为什么 如果你不具实报告的话 如果他一个对跟美国军情报单位的 那个调查单位的 这是full match的话 就是一个叫红旗 那他就会来问你 为什么你没有报告 我忘掉了 出去太多国家玩 但是你要就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你如果不报告 你在国外的接触 尤其是现在美军是全世界都有 而且我们常常出差到各地去 所以很重要你到哪里去 跟谁见什么面 为什么跟什么人见面 都要详细的向上级报告 你都要有记录 而且要讲清楚 如果你用公家护照出去 外交护照出去 你不需要报告 因为他都已经知道的 但是你用四人护照出国 四人旅行 探亲 访友 这尤其要特别注意 详细写的一些名 会有什么 如果严重的后果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只是你忘掉了写 或者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会有一个level of requirement 或者是也许都不到那种level 如果你说我只是到欧洲去旅行 参加旅行团 那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更严重一点 他就会有article 15 就是行政调查 发现行政调查里面有问题的话 他会转到article 32 然后就更深一步的研究 然后很多都在这种方面发现 有侠皮 然后从那里面波斯初解 然后发现有其他东西 尤其在今天这个电脑当权的这个日子 人的每个人的行动 你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你就会知道你在哪里做什么事情 所以很容易就被人家抓出来 张将军很快问一下 当然目前这个还没有判罪 也不能说他就一定是涉入这个间谍 或是担任这个间谍 为两岸提供情报 但是一般来讲 目前如果看起来 就是说已经准备要军事厅审的话 是表示说情节严重 而且证据还算蛮充分的 如果真的是 我想一般的case来讲 真的是卷入间谍案的话 最高刑期可能是多严重呢 如果间谍案最高 最高判决是死刑 但是美国从1953年到现在 已经没有为间谍案而判死刑 但是我特别要讲提供就是 林少校是一个非常高的阶级 这个很敏感 所以是海军军方来研查 军方来调查来处理 而不是司法部 但是司法部也引爆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引爆 原因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讲 在军方调查的话比较容易保密 容易他可以限制他的行动 然后而且军方的话 将来陪审团都有背景调查过 所以他讲到机密的东西 不怕泄露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军方有一些在军法上 犯法的东西 在民间不见得犯法 像你旅行不申报 这个在民间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军法审判的话 或者在召集在军法 是很大严重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通奸跟夫妻之间 发生性关系 这都是在军法上 是比较严厉的一个 可以关起来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控制到他的行动 控制到他的跟外面的联络 还有在政治程式上来讲 这影响到中美 美台的关系 而且台湾现在政权转移的时间 这种东西将来会影响到很大 然后表面上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本国 现在在竞选大选年 这种东西如果在 司法审判的话 就像一个马戏团一样 这个各式各样小道新闻 都会出来 可能被炒作 对政府来讲很难控制 所以真正来讲 上一次海军有一个卫官 John Walker 他泄露机密给俄国 但是把美国潜水艇的一些机密 给了俄国 他被抓到 1980年他一个集团被抓到 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后在2013年 有个Private Manning 他泄露美军的很多机密 他是被判35年 所以说这种东西都完全要看犯案的程度 美国受害的程度 还有被涉及者的合作不合作 这些东西都要进家考虑的 好的 感谢张将军深入而详细的分析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就是您觉得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以后 刚刚两位也都分析到了 就是其实可能 就是关于这个机密的层级 还有这个机密的敏感性都蛮高的 那对于未来的美中台的军事交流 互信等等 还有美中台的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是 我想美中台 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虽然台美之间没有邦交关系 但是我想透过军方的各种的交流 以及每一年的台美工业会议来看的话 这个交流是非常密切 那么假定林介良这个泄密案的话 未来公布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同时也有涉及到台湾方面的话 那么我想对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交流 或者是合作将来一定会起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 假定这个案子真的是有 那么林介良也有提供台湾相关的这个情知的话 那么这个后果相当相当的严重 所以国防部到目前为止 那么还是坚决的否认 不过呢要看未来美方的这个公布 但是整体的情势来看的话 以台湾的这个 在军事方面的这个跟各个国家的这个交流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 那么林介良当然他到过台湾来旅行过多次 那么会不会利用这个时间 那么有跟台湾的军方来接触 那么从媒体的讯息来看 部分的媒体是有说到的确有人跟他接触过 但是也有许多的媒体报了说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未来呢看公布假定有的话 那当然相当程度的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我也认为 那么台湾的这个军事部门的话呢 不应该像跟美国这样子密切的这个军事的交流 还会运用这个间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做相关的这个军事的情报的这个收集的话 我不赞成的做这样一个动作 是好的 谢谢李华球老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张立平将军呢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亚洲时报Asia Times 他们他在这个网络版上呢 用了一个很重的标题 他说Edward Link case One rotten apple spoils the whole barrel of Chinese Americans 就是林介良这个案子呢 是等于一颗烂苹果坏了整个华裔美籍人士的这个形象啊 那您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这么严重的情况吗 那么同时他会不会影响到 例如就是华裔美籍的人士 如果说他以后要从军的这个意愿的话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他在这个 就是整个华裔人士 他以后在美军方面的升迁呢 对我来讲啊 这件事件短期的影响是一定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长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影响不会 我把它当作个案来看 不会说是一个会影响整个华裔 或者是华裔美军服役的人士 原因在哪里呢 甚至于台美的关系 中美的关系 因为这如果是一个个案 如果变成一个pattern 就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那就完全不同而言 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而且美国 美国任何东西都有它的规则 跟这个游戏定律跟规则 像升迁 这个工作的转移 这都有一个固定的规定 而不是说随他 随心所欲可以做到的 而且很多的工作的人员 军方也好 民间也好 他有一种可以申诉的一个channel 经过在军队的话叫做IG complaint 所以我觉得长期来讲 如果不是一个pattern的话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对美国的华裔的影响 不会那么严重 当然很多人想说是 你看从李文和案之后 那个中共 中国的那个水文专家 天埔大学的这个教授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经过证明没有罪 他就没有事情 当然有一种影响 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讲 因为第一个美国 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它不可能 而且越来越多元 他不可能说特别挑出一个种族 变成带罪羔羊一样的 所以我对美国的这个社会 任何有华裔 想进入敏感的工作 政府或者军方 我觉得不必介意 只要你自己做的证 只要自己 不要就刮天理下 中国人讲 这个刮天不计邪 理下不摘茂 自己自律自爱 我觉得影响 应该不会是有深远跟长久 但是就是看 以后的这个发展 如果发现很多这种案子的话 那就完全不同了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 在接听电话之前 我想继续再请教华盛顿现场张立平将军 因为你有一本书是去年出版 谈这个《易往谈经》 谈您过去这31年的军力胜养当中 你是怎么样从一位台湾来的这个背景 从一个小兵在美军陆军当中 一路升到这个美军高层的指挥职务的一个经历 是非常特别的一段经历 那我想要谈请问的就是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林基良少校 他整个这个背景 当中也有很多是被重点栽培 包括进入这个海军战争学院 看来也是这个美国海军当中一颗要崛起的这个明日之心 不过很可惜 现在过去的美国梦典范 因为他14岁跟家人移民到美国 他08年才入籍 当时他宣誓效忠美国 好像被认为说是美国梦 这个台湾裔的在军中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表现 就我现在卷入一个间谍案 现在变成可能要接受这个军阀审判 您怎么看这一段过程 您觉得是不是挺可惜的 另外就是您自己在这31年的军力生涯经验当中 是不是有 也有像外界认为说 这个林少校可能是因为升迁不顺 或者是说在这个圈子里面 没有办法融入美军的这个核心跟主流 才会导致他走上歧路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这段经历 关于林少校他为什么involve这个签设这个 我是不知道 我不能够随便乱讲 但是我以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经验体验 我来美国从加入军中 我从基层未官开始做起 一路身上来 我从来没碰到任何歧视 阻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身 你自己要自律 自爱 而且自我检讨 很多事情不如意事情 人生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 如果有不如意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自己去想想看 为什么会不如意 我怎么可以更正这个东西 而不要动不动就说这是一个歧视 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自我检讨 如果使我更好 使我更充满我的这个教育的背景 实际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完全靠自己 而且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是 你一定要很喜欢你做的东西 我很喜欢我做的东西 我做医生 我很喜欢我做医生 我在军队的时候我很喜欢军队的生活 跟军队的一些行动 所以我就很爱好这个工作 变成职业军人 你如果自己小心 自爱 然后自我检讨 而且不要好高骛远 因为你每个做军员 当然很多人想我想做将军 但是你想看将军 全世界来讲有多好的 所以我觉得也要确定自己的目标方针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小心 只有两件半事情常常毁掉一个人 一个是财务 一个是色 女色或男色 现在 然后第三个会有影响就是酒 所以酒 色 财 至少不要碰到 我相信一般来讲 如果加入美军 是一个很好的前途 也希望此案对相关的影响是短期的 而不是长期性的 感谢张将军 那么很快再请教台北李华秋老师 如果我们刚从经验来谈之外 也想从整个美中目前的战略 跟美中关系来谈 因为看到美国现在在南中国海的一个 不管是舰船也好 或战斗机的侦察也好 其实都非常的密集 究竟此案爆发这个点 跟美中现在在南中国海之间 这个角力有没有什么相关关联 而且我们看到此案爆发之后 国防部长卡特就取消了 亚洲型当中的中国部分 而且在15号也登上了 美国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来做视察 究竟跟美中之间南中国海的角力 有没有关联呢 李老师 那么从整体的情势来看 南海的各国的角力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我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 我不认得 那么这一次的林济良的泄密案 跟南海的角力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不能排除完全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我相信南海的角力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角力之后 美中之间以及参与南海的角力 大国后小国当中 那么军事的对峙越来越激烈 那么角力也越来越多元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也不排除在这个角力当中 透过谍报站来遂行 或者收起其他的勤收 我想这个可能性都在 当然我也认为这一次的 南海的角力 跟林济良的这个案件 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整个角力来看的话 未来的这个南海情势 应该是会来越激烈 那么当中有没有可能引发 另一种形势的爆炸 我想都值得再次来观察 好 张将军最后结论 我认为基本上来讲 因为这个事情 还没有完全了解 时事状况 所以很多都是我猜想 但我是觉得将来中美台 这个三角关系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说不管政治方面人物也好 军事方面人物也好 千万要小心 动作 但我觉得在台湾来讲 这个有一个好一点点 这个Sivil Lining 就是在台湾建筑政权交界 这件事情发生在 马英九政府的任上 所以在对蔡英文政府 新政府上来 希望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对这个伤害的冲击 可能不会有那么大 这是我的希望 好的 有关于这个林少校案的讨论 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下半场还有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非常感谢张力平将军 今晚能够参加我们海峡论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 好的 李华之老师会继续留在我们的线上 那么稍后要带您关注的是 肯尼亚案所引发的两岸司法大战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惯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